核仓 核仓怎么调节 核仓 如果你的盒子更换规格的话 这个盒子的宽度不一样 我们这里核仓需要调节的 打比方 我们现在是这个大盒子 我们现在需要换到这个小盒子 其实这个小盒子先调哪里 你先调一下 对 小盒子放上去 好 这里松掉 然后下面这个 这一个罗盘 这一个罗盘可以调节这个罗杆 这个罗杆的话 这个平面可以往上移的 一直往上移 移到 移到这个盒子刚好卡在这上面 这里是调节一个核仓的一个宽度 好 一直调 调到下面卡住啊 下面这里卡住 上面卡住 有一点间隙就好了 这是一个核仓的宽度 我们现在讲一下核仓的长度 右边那个核杆可能要往上抬一点 往上移 里面这个盒子比较小 要往上移一点 刚好顶到这个盒子的叶子的中间 这边也要往上移 移到这个叶子的这个叶子的中间 然后 这两个螺丝 这个螺丝松掉 这个螺丝松掉 然后这个档条啊 这个档条可以往往里面移 因为这个盒子比较短 这里 这里是调节这个核仓的一个长度 松掉之后 这个东西往里面移 刚好卡住盒子 左右卡住盒子 再进来一点点 留一点间隙就好了